母親要團成 剛才面前 自己有意識以外 也就需要這政策來到三天 台基親主教學團 跟理工俠台基本教基金會 提出議員 基金兵款性路數 希望這個政治立法 就要重視本土議員 教育 更大孩子 使用母親的機會 新北市長候選人林家良 表示 當選之後的 警告主張母親政策 跟本土的文化 現任市長候羞議員 也表示 新北市 已經有十八間的優避方式 向台基教育 一頂鼓勵大家要多講多學習 小朋友一日一日 說出不願不願意 失落去的心聲 台基親主教學團 跟理工俠台基本教基金會 提出議員兵款性路數 希望國管市的社長 尤其是參加競選的候選人 可以當時有團成 危機的本土議員 我們希望可以國管市的 這個管市長 學專人來遷就 這個議員兵館的 這種政策 會成立 因為 這需要國管市 在電風 運用電風的 這個行政修正的款 來推動 教育 李鎔修台議文教基金會 任務設立 台議全班 也是台議共學的基地 可以讓國家議員發電話 真正在電風 成金 台議共學團也站出來 讓要 中心 小孩 使用 母議的管理 我們其實是希望可以去推薦到 就是在體責教育裡面 可以就是 可以注重 我們這個母議 小孩 受夠款 我們就是希望 政策人物 就是他可以有 一些 議員意識 新北市長 候選人 參加料 參加性 六書 說要為新北市開始 將不去政策 還心 更還心 現任市長 郝悠優議 競選辦公室 發言林丹 表現表示 新北市已經有 28件 幼稜 受試 台議 九學 市長 也鼓勵大家 多講 多學習 記者 邁上 英臣 派文 台北報道